话说 随着人工智能的越来越强大 那些高学历高智商的人 晚婚晚遇的现象增多 甚至不婚不遇 而那些低学历低智商的人 却疯狂造人 子孙繁盛 这导致了人口平均智商越来越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科学家大力研究人体冷冻实验 只要将人体冷冻起来 人类就可以无限期地保存下来 我们的男主乔和女主利塔 被选中成为本次实验的对象 不久两人被成功休眠 按照计划 他们本应该在一年后被唤醒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负责此项目的科学家 因为发生丑闻被逮捕 实验基地被迫关闭 一年都还没到 人类冷冻计划就宣告失败 乔和丽塔直接被遗弃在了垃圾堆里 在此后的500年里 人类的智商持续走低 直到2505年的某一天 堆积成山的垃圾突然发生了雪崩 乔的休眠舱 跟随垃圾一起涌入了市区 并冲进了一间房屋 当时房屋的主人 正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 乔因受到冲击苏醒过来 但对方因为被打扰看电视 心情烦躁 直接把乔扔出了窗外 乔在大街上游荡 并向路人请求帮助 但那时的英语 已经掺杂了各种方言和咕弄的腔调 路人虽能听懂乔所说的话 但他们认为乔是在装腔做事 就把乔给赶走了 乔感觉有些口渴 本想喝些自来水 没想到水龙头出来的 全都是运动饮料 他转过头 向旁边的一个胖子询问 胖子嘲笑他说 水只是用来冲厕所的 没有人会喝它 还认为乔是个傻子 由于五百年没有运动的缘故 乔感觉全身酸痛 于是他进入了一家医院进行检查 正当医生 让乔扫描一下 代表身份证的纹身时 乔无意间看到桌面上的一本杂志 这才得知 时间已经过去了五百年 他朝窗外遥望 却看到了触目惊心的场景 简直就是世界末日 乔惊恐万分 这个时候 医生也发现了乔 是个没有身份证纹身的黑户 立刻报了警 乔被直接抓进法庭 进行审判 法官给乔找了个辩护律师 没想到 律师竟然是之前 将他扔出窗外的那个人 可律师非但没有为乔辩护 还控告他私闯民宅 打扰他看电视 乔不停地向大家解释 但他说话的强调 却引来了众人的哄笑 众人一致认为 乔是在装腔做事 法官当庭宣判 乔犯下了重罪 乔在入狱前 被打上了身份证纹身 愚蠢的智能系统 在录入姓名时 错误将乔的姓名 输入成了不确定 随后御警对乔 进行了智商测试 以便安排监狱工作 测试题目非常简单 乔答得很好 乔看到人们都那么愚蠢 在排队入狱时 干脆对御警撒谎说 自己是惊天出狱的 并趁机逃脱 逃出后的乔 也遇上了女主丽塔 没想到丽塔也苏醒过来了 但不久 他们就遇上了警察 丽塔因为上厕所 所以没有被警察抓走 而乔再次被抓走 并直接带进了美国白宫 原来乔在上次的 智商测试中成绩惊人 成为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 总统听说后 便委任他为美国的内政部长 想让他去解决田地 为什么不涨粮食的问题 如果乔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就会被枪毙 乔来到田地查看 却发现原来他们并不是用水灌溉 而是用运动饮料灌溉 作为内政部长的乔下令 所有的庄稼都用水来灌溉 但是几天过后 庄稼还没有涨出新芽 可饮料公司的股票却在大跌 智能系统自动开除了大部分的员工 引起了社会上的动荡 政府决定要严惩乔 于是将他送进了被称作再改造的决斗场 在那里他要躲过卡车的碾压和打手的攻击 就在乔决斗的期间 丽塔却意外地发现 庄稼已经发芽了 于是他成功说服律师 带上摄像头到田地拍摄 自己则偷偷混进了演播室 并把庄稼发芽的视频直播给观众看 在场的人们欢天喜地 将乔视为了英雄 不久乔被选为新一任的总统 丽塔也成为了第一夫人 夫妻二人 生下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三个孩子 一家人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电影结束 塌子 社交通 船羹 是 衔